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這20年來迫害法輪功的殘酷程度 超出人們的想像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僅河北省三河這個小小的縣級市 就至少有24人被迫害致死 110人在迫害中含冤離世 7人被迫害致殘或精神失常 17人次被非法判刑 81人次被非法勞教 16人被開除公職 被非法拘禁到洗腦班的至少有450人次 被綁架到拘留所、派出所、鎮政府、村街及單位的 至少有1000人次 無故被騷擾的至少有2000多人次 還有更多人被搶劫、敲詐勒索、高額罰款 非法抄家、扣罰工資、上門騷擾 甚至被迫流離失所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港和諾武德市 日前舉辦聖誕花車遊行 這是當地一年一度的傳統慶祝活動 像往年一樣 當地的法輪功學員今年也應邀參加 他們精心製作金色髮船、光彩奪物 受到主辦方和觀眾的一致歡迎 活動主持人介紹說 法輪大法的隊伍不僅展現了華美的中國古典服飾 還有一艘金光閃閃的髮船 它承載著真、善忍的重要信息 據報導 髮船所到之處 觀眾都發出欣喜的讚嘆之聲 中國大陸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 日前在年度策略會上發表演講 談及中國經濟受美中貿易戰的衝擊 以及國進民退的影響將會持續的減速 它預計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幅度 會進入保四、徵五階段 也就是2020年至2030年的平均經濟增速不會超過5% 甚至可能難以保持在4%以上 這段視頻出來之後一度在大陸的網路上瘋傳 但很快的相關貼文就被全面刪除 目前只在海外網站上留存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可稍為在9月來打一堆 在一個小下的網路上瘋傳